這段景象十分奇怪 似乎從未存在自己的記憶當中 看上去像是某人的情 現在這隻正穿著一種男性平民的衣服 可是現在自己又是小了 整個阿烈感到疑問的時候 他很快就找到了達爾 其實他正在不遠處 這個小女孩驅逐在房間的角落裡 等金龍看著自己的前面大門 到底往後退縮者的怡懶 為什麼人家會在這裡 然而阿利亞並沒有太多時間思考 然而阿利亞並沒有太多思考時 後門而入了 暗魔一個飛夫就把妮娜給暗號提倡 情況一下子變了十分為止 暗魔張開了自己的前面大腦劍刺 就要一步步下去 就像妮娜看似要上命當場的時候 突然奇怪事情發生了阿利亞 等到自己的視覺正飛快的經濟暗魔 而手上不知何時握著柴刀 也重重地砍下惡魔指鋪 這才意識到春夏的身體 並如自己而是另一種陌生人的 柴刀主人力道動之的很好 春夏的衝擊之下 原本該咬傷 林娜爾的獠牙一下子腳在手上 林娜爾現在得救了 機靈的他 立馬鑽到柴刀主人身後 好多開始 這位阿利亞是一隻非常奇怪的機靈 柴刀和惡魔伯樂自己竟然 奇蹟般頂住惡魔的攻守 而且雖然身上被惡魔有出很多山頭 但她只曾經保護了 林娜 最後補傷了之後 自己才終於斬下惡魔的頭顱 躲在身後的妮娜沒有受傷 只是下勺了 一直不停的 所以看起來都很成功 原先的主人鬆開了柴刀 開心的高興的想要 舉手歡呼一下 可是當自己手舉起來的時候 煩惡聲頓時煙霄於燦 才發現自己的雙手已經變成惡魔的樣子 而且這詛咒還不斷的扣上中 小林娜靠了上來 他抓住自己的手 淚水從眼頰上流的時候 淚一滴一滴的滴在開始扣散開來的主肉上面 令人 讓人生 親眼裡 然而現在不是心疼她的時候 主肉已經蔓延了半個身子 他繼續待在這裡會心肝危險 身體的主人一把推開了妮娜 她不停的推著手想讓她快點離開著 還是跟下了妮娜卻不停的咬著頭 她和法莉後退卻不可離開 不管如此她口中 還一個禁的喊著一個熟悉又親切的暱稱 阿里亞嫩住 這是一個讓她最感受到溫滿的暱稱 稱呼 現在 一樣正用這個稱呼 放著自己身體的人主 她一下子就明白現在的狀況 還有自己身體主人的身份 一股衝勁在阿里亞的胸中噴搭 現在想要阻止這段 詛咒蔓延想要阻止這一切發生 可是現實還是殘忍 她的眼前變紅 視覺開始暗淡了下去 當再次看清面前的事物小妮娜 依照還在房間裡 在恐懼的相互退卻 眼中人離開 眼裡充裕著淚血 依照沒人聽話從就也不開 現在的手已經變成 她按摩以前按摩之前一樣 一切似乎都無法挽回 蛤 不過這時阿里亞卻沒有再關心妳 可是後面將發生事情自己 非常明白了 很快 啊 阿里亞把她刀打給殺死了 哇靠 看光砸在自己的肩上 無與倫比的沈豆開始在肩上 漫移身體 逐漸開始凝結變成石頭一樣的東西 當視線長過去的時候 當一個女孩 用著滿是血跡的手 在空中畫著一道無法陣 無法陣無數的光球 正不動的沈層 跟曹自己造成 把女孩離開的頭髮堅定眼神 決定 自身體的主人已死地 一切都如此籌悉 那就是十年前的自己 法術就是自己從母親那 學會的第一個法術揮光鼠 當人自己就是這樣 在惡魔的口中就像妮娜 原來是這樣嗎 阿里亞再度看清周日的時候 發現妮娜正緊張地扶持自己 阿里亞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了 噢天啊 她把她爸殺死了 而這個惡魔石 正是她爸最後一個東西 不是遺物 那就是她爸爸的躯體 然後還用她爸爸的躯體 轉移到身上的祖宗 對了 機器怎麼樣 那石頭呢 機器都還好 石頭沒什麼損傷 只是原先上的一些膠水乾了 能量傳導又被停了下來 就剩下莊慶凡了一個惡魔石子 一隻黃光 剛才我 其中幫人自己真是用揮光鼠擊殺了一隻惡魔 我把妮娜從她口中救了下死的死 但為什麼一切都變成這樣嗎 還不得自己從惡魔手下救了妙 之後她還一直在那附近揪救的不可能去 這小伙從大天之後就一直隱瞞自己嗎 為什麼要做到這種地點 妮娜 這石頭 你是怎麼弄到的 妮娜的手輕快就顫抖了一下停住了 怎麼了 又問我這件事 先前不是說了 這石頭是父親送給我的禮物了嗎 父親送給你的禮物 妮娜 認真回答我 是不是 從那具被我打死的惡魔身上取下來的 我當時 是不是殺了你的父親 哇 這實在是 她一下子被這句話給認出了 她用一種驚慌的眼神看著她的樣 她原明顯地感受到她的身體正在站住 果然是這樣嗎 可是你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這事我可從來沒跟別人說過 剛才在操作儀器的時候 突然看到了一段奇怪的畫面 我看到這塊石頭的主人為了救你 而變成了惡魔 然後 我聽到了你一直在叫她 那個稱呼 沒想到 這些全部都是真的 阿莉 有些不可能 相信你面前發生的以前 這時間來自己一直把她 帶噩夢給忘記 有沒有想到噩夢盡量會以這種形式 再度出現自己的面前 你那動搖了 不 也有想到嗎 你那動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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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还在那儿吗 爸 爸 女儿一下子失去了力量 缓缓地攀住在地上 跟谁指不住的向外 那女儿靠上前来 在她跟上跪住的时候 她从不带给她出手后 想要擦拭一下位置 她从不带给她出手后 女儿和女儿拔也在手里 自己的一次 才生气 可是她才都会回忆一下 是不必朝的阿莉亚笑了一下 对不起阿莉亚 刚才让你见笑了 没想到 竟然被你发现了 是以这种方式 被你发现了 原本以为变成恶魔后 老爸他就永远地离开我了 结果他竟然真的还在 他还在 既然这块石头是你的父亲 那我们还是快点把它 从上面拿下来吧 明娜却要了要走 不阿莉亚 这样就好 为什么 这可是你的父亲啊 石头按上去的时候 就已经取不下来了 书上不就是这样写着的吗 去不了了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可以拿下来的吗 但我有说过石头不会碎掉吗 阿莉亚有些说不出话了 你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事的阿莉亚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插上去的那会儿 我已经想通了 他们是为了让我们能更好地活下去 才牺牲的 如果这些遗物不能为活着的人们提供帮助 那他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但是 那可是你父亲 你不也把母亲的遗物 拥在塔罗的吟唱上了吗 我相信 父亲要是知道自己还能以这种方式 为这王国做贡献的话 即便在九旋之下 也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你呢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被他们发现了的话 你也不用这么着急来修复这遗器了 也就不会害你把自己的父亲 给放在这遗器上面了 瞎说什么呢 这不都是我自找的麻烦吗 真要说的话 当时如果我不拿下这块恶魔石 现在也不会变成这样 所以阿莉亚 不要自责 这不是你的错 比起道歉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让我们一起努力 摧毁这裂系 夺回家园 好吗 你呢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在达成解放家园的目标前 我还有一件任务要做 我得抓紧把这水晶修好了 不然明天阿莉亚施法的时候 可要有大麻烦啊 嗯 刚不说睡觉吗 不说很累吗 我好处浇水哦 啊 你总是这么为我着想 你总是这么为我着想 不过 你也别太小看了我 就算没有这水晶 我还可以把这上面的仪器拆了 直接连进下面储能水晶的魔力 放一个超大的灰光树给你看看 嘿嘿嘿 如果真弄那样的话 那我也可以当这里的首席法师了 好了 不闹了 我这很快就弄好 稍微等我会儿 撑完传来的脚步森 阿莉亚 外面好像有谁上楼来了 奇怪 为什么没人来通知一下 不会是塔楼那束光弄的吧 光 刚才你在除去诅咒的时候 塔楼的照射也是被接通了 时续对天照射了好几秒 突然感觉有些疼疼 这我唯一是一个巨大的信号 但佛爵手下不会放过任何人 这下可麻烦了 总之 我们先出去看看吧 嗯 一出门口就发现一群人 已经在门宫站着 最前面的是佛爵的金草官 雷亚 阿莉亚心一下子撑了下 果然又死她 不许真的 真跟雷亚出的一样 是看到塔楼光弄之道 两个人就下落了 不好在自己身上 所有早已移除 到底不怕他们在这 找出什么把柄 所以见到阿莉亚出来之后 主动上前打下了这 哟 早上好啊 光之魔法师大人 早上好 莉亚 大人 这个点来塔楼 不知是有什么事情吗 也没什么大事 昨天下午有人通报 说是看到了恶魔 碰巧听说在事发的时候 你们俩正好都在现场 于是就想过来问下情况 也希望你们能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不过阿莉亚并不打算这么乖乖论说 可以进行在自己身上 不妙干什么 可是 如果只是询问情况的话 为什么来这么多人 我记得大魔导师有说过 这里是进去 这件事还请见谅 毕竟是面对恶魔嘛 临近决战 大家也不得不小心一些 回头 我会和伯爵通报一下这里的情况 让他补开一张申请单的 可你就算是互补的申请单 我这里也不好处理啊 这有什么不好处理的 查出来问题了 不就什么都不用了吗 对不起了 光之魔法师 之后 可能多有得罪 空子 还能给空子住 你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快放开我 现在有人怀疑 你们和恶魔有勾结 所以不得不对你们的身体 进行因此全面的检查 全面的检查 怎么不检查你的 请注意你的身份 如此对待高阶法师 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吗 请配合我们的搜查 那边在把阿丽雅偷进房间之后 开始触发发具 阿丽雅身下也 仔细 在检查她哪个私处 这是阿丽雅出生以来 从未经历过的羞耻 其实是在城下作为男爵里 没人敢这么对待 这样的身体检查 在监察官授权下 在塔罗禁区里 针对塔罗最高负责人开展 看着阿丽雅一遍又一遍被检查者施宿 在场上 人大都已经明白她的清白 只是一个外奔看不上去 好像发现了雷雅的身份 大人 我看塔罗首席 他不像我们先前抓到的那些人 要不还是先让他们停下来吧 我知道 雷雅感到的一死尴尬 但是如果现在空手而归的话 我们会惹上大麻烦的 我不是不明白状况 现在已经起舞难下 他们没有更多的寻思 他们搜查毕竟是高级法制 是在城里有你显示地位的 这种羞辱式的检查如果 就这样没有任何结果的话 最终遭拥了必然是整个监察官队 甚至 那个人影响到伯爵 你还仔细想想 给人物人下了一个秘密 你快去看看能不能给他弄个罪名 可是现在这时候 那就去检查一下里面的房间一定会有办法的 不然你我都要完蛋 明白吗 是 完蛋了恶魔死要被发现了 再一点怕珍珠的卫兵冲了出来 你们这些屋里的家伙 快放开首席大人 还想欺负人家到什么时候 怎么样 满意了吗 查到什么了吗 所有人都停住了手 阿里亚害怕收拾我自己的衣服 看在警方有些弯容 只是他第一次被人战队 你们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就算监察官拥有督察塔罗的权限 但刚才这个举动明显过分了吧 科尼亚里一规则都没渡过吗 这样侮辱高阶法师 你们该担当怎么样的责任 我 我们 我们也是接到了线报 他明白现在自己真是惩战的大伙 不过他还是不敢相亲我死了 一直应该被换自己 但是他明明眼中 眼神中透露着恐惧现在 检查却一点都看不到 既然没有发现什么的话 还请各位离开这里吧 之后 我们会通过魔法协会 向你们提出正式抗议 但如果你们还想要再搞事情的话 就别怪我拉紧包张卫兵过来了 你们要说的没错现在这里完全不在 虽然在这里只会给伯爵平均分通的麻烦 他脸上写满的不甘 说起来这还是 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修理 从佛塔协会的眼皮底下彻底 或许自己完美警察官的身份 终于一个在这个警察中破灭 如果正常准备要挥下手的时候 突然伸透一个卫兵叫做了大家 他不会 等等找到了 哇完蛋了 恶魔石被找到了 包括大人我们在核心里找到了恶魔石 雷亚一下子抬起头 他眼神再度换出 换发出了神采 卫兵 跟我走 我们到屋子里面去 你们想干什么 还想在这里捣乱吗 呃 但是雷亚根本不在意妮娜的主导 他只在推开了妮娜冲进的核心室 是 之前都是警察官员中大家早已熟知的 这块死图的样式 他无想是恶魔石上面 连一丁点难道的散架都没有 不知光日魔法师能帮忙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种恶魔的尸体 会在塔罗的核心室里 要知道 正常情况下 这种石头一旦经过城下的传送门 就一定会被符纹给摧毁 你们是怎么把它给弄到这里来的 这死怕的神情 已经和刚才完全不一样 藏着一种趁立脚的气息 阿里亚陛下都不敢说话 卫兵 快把那邪恶的东西拿下来 阿里亚下子惊了 那可是妮娜父亲最后的罪片 如果就这么直接从塔上拿下来的话 从树上的手法石头会直接破碎 等等 别闹下来 那块石头 可明显得让自己先那么被动 这是不是应该被跟他们自己的关机采动啊 所有的外边全都将武器对准了 首席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是你把这块石头 放在这道具里的吗 这是您俩这样做的 这是跟阿里亚没关系 那块石头并不是威胁 它是塔罗正常运斩的一部分 因为仪器使用的时候会产生污秽 而这污秽就是要靠这块石头才能去除 所以那块石头才会被放上去 塔罗的相关资料里 这些可都有记载 你别想以这个为借口 来为难我们 你呢 我原本以为你会用更高明些的说辞 没想到竟然会用这种理由 那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上次检查的时候 这里就没有这块石头 虽然监察官大多不善魔法 不过也都不是蠢货 这么说吧 裁决之光的前任首席 当年之所以会被弹劾 就是因为大魔导师安东尼奥 在这里发现了恶魔石 如果他当初不是以疑似勾结恶魔的理由 现在也轮不到阿里亚来这里当首席 那么你如何解释这件事 我 好了 正义虽然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现在我以监察官的名义宣布 光之魔法师因涉嫌里通恶魔 自干堕落 且存在破坏明天会战的嫌疑 被逮捕了 卫兵 把塔楼首席给我抓起来 你们住手 这件事和阿里亚没有关系 石头是我放上去的 这一切和首席大人无关 他并不执行 你们不要为难他 到了这个时候 还想替自己的领导顶罪吗 不 我没有骗你 恶魔石是从这饰品上拿下来的 阿里亚从来不会把这种东西带在身边 这是什么 这是从我家带出来的饰品 上面箱着的就是我父亲的遗物 你嘴上说说 它就会是那块石头了吗 那世界上这么多饰品没装上宝石 我是不是都可以说这恶魔石是从那里拿下来的 把他带走 等等 你呢 那从仪器的边上把宝轮中的坏恶魔石取下 拆进饰品之中 石头完美而相近饰品的银沟 也之中喷毫不擦 你呢 不过很快 二魔石的结晶体沉了黑色的胶炭 并最终沉了粉末消散在空间 可是 光凭这些也不能证明 光之魔法是与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这是你可以问伯爵 他是知道这块宝石的来历 这东西在我十年前顺利上城的时候 就一直跟着我了 打一段计划光顾有在他秀出一十倍以后交流的回答 你今天对主动弹弹抽入先抓起肯定是没错的 最后就像是和佛局有密约到时候 早后放回也不迟 不管怎么样 你提的几个新证据 在核实之前 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 维护法是妮娜 由于你的堕落行为严重危害了塔罗的安全 我以科尼亚城监察官的名义 批准将你逮捕 同时 这次虽然暂时没有证据证明 光之魔法师和恶魔有勾结 但是介于自己的手下 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堕落倾向 也请光之魔法师 跟随我们一同去审讯庭协助调查 还有 这次由于佣人不慎 导致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今后塔罗如有新增法师的需求 其后补人选名单 一律交由伯爵进行审查 我靠你是谁啊 后补名单 你也可以规定 以为自己是 你是监察官 你不是 真正的高阶法师 看着吧 就算没证据 他们一定弄出证据来 为什么他们感到这么重 他们一直就是暗门 看上去有些疲惫 代捕塔罗手机给他带了很大压力 伯爵那里传的消息 确认了没有尼娜 反面相关这个事实 不过他并不是很开心 因为伯爵同时也私下浪文确认 这个按摩石确实是尼娜视频上 吓唬那开始 他最终还是把乌辜阿里也抓了去 他不可能不咨询这任务 必须但是精裁关系 是不可能背叛国局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出场意味之前 不就是逮捕一个看上去无辜的人吗 这只是任务而已 尼娜自我安慰者试图将那些流人飞 与长脑上驱散出 好在这时候 房间的门被打开打 但他要吸收 先伯爵走 伯爵大人 您怎么来了 伯爵下来一下 常常摆摆摆起来 没事 这里现在就是你的地盘了 不用这么拘束 我也就是路过这里 顺便来看看塔楼的情况吧 我的地盘 嗯 啊 看来他们还没有跟你说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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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